如果我隨口問你Congo這個地方在哪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即時告訴我 但其實他們打仗打了很多年 還有其中一個最恐怖的practice就是系統性強姦 找到這個女士的恐怖經歷自己和兩個女兒 被一班軍隊闖入自己家裡輪姦之餘 丈夫在她面前被她們殺死 然後最後被迫吃自己丈夫的藥 That is freaking terrifying 這個令到我想起徐州白鞋事件 我就在問自己 如果我有得選我寧願接受哪一樣的事件呢 一晚的嚴重打擊 還是二十幾年的人間煉獄 我也真的可能會選過一夜過就算 這個就可以證明徐州白鞋事件 亡滅心智的程度 但不只是內地發生 美國多著甚至有個類似的影片 甚至有個世界性集團去做這件事 我會一一跟你說 還有用徐州白鞋解釋你和我可以做些什麼 去停止這些事 事緣說到新年那段時間 中國江蘇省寬口鎮發生八孩母親事件 原本他們的居民董志民 以八個孩子的爸爸成為了網紅 導致很多其他網紅去那個地方打卡 其中一個網紅和兒子聊天的時候發現 在一個昏暗的房間裏面 一名兒子精神失常的女子 在寒冷天氣下穿著單薄衣服 被一條鐵鏈綁著頸鎖住在房間 後來證實她正是八個孩子的母親楊某合 到鬥音風傳後謠言四起 網絡爆炸多個奧運 分析涉及罪行 包括拐賣婦女 強姦輪姦虐待非法禁錮 綁架性牢 生育機器等等等等 而且時間長達二十四年 甚至有人為第一胎和第二胎之間 有殺女嬰之罪名 因為八個孩子裏面有七個是男子 事件被指和電影盲山劇情相似 故事講述一個大學生被捉到窮鄉闢羊 最恐怖就是系統性拐賣 但她穿周圍其他人 根本上不當這些女人是人 更加同流合污 她第一個是identity 楊某合 在1月28日第一個通告推出 說她根本上是合法嫁給這個男人 完全沒有拐帶成份 家人鄰居反映 楊某合經常因為無故打小朋友和老人家 1月30日發出第二個通告 說楊某合在1998年6月流浪黑土時 被董志文父親收留 另外這個女人是智障的 但最後都結婚 但在2月7日就出了第三個通告 說這個人的真名是要做小花梅 而她的父母是已經過了生 She's been missing for a very long time 雲南省谷雅村人94年加之 寶山市96年離婚 返回去谷雅村 當時典表現出異常行為 同村的桑某某女士 將小花梅帶到東海怨治病 當時她受小花梅媽媽所托 帶她去那時就找個好人家嫁了她算了 但兩人在火車站失散了 她又沒有跟她媽媽說 那就不了了之 然後就變了這個人的老婆 What? 官方在2月10日就出了第四個報告 這個董志文真是被人告 非法禁錮桑某某和桑某某丈夫就涉嫌拐賣婦女罪 出了四份報告之後 整個事件就被網民搞得很清晰 其實這個小花梅是真有奇人 但我們影片裡面看到那個就不是小花梅 因為小花梅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 但影片裡面那個人最多三四十歲 最大的可能性 當時董志文有拐帶小花梅回來 幫她生第一個兒子 因為第一個兒子年紀跟其他孩子相隔很遠 之後不知為何小花梅 消失了 被消失 走掉了 之後就用楊瑪去頂替她的身份 用楊瑪的照片去對比 就發現了第三個她的真正身份 李營 無論她的名字是甚麼都好 你被人捉回來 當是一個聖奴 當是一個不是人的人 只是去生兒子 強姦犯 強姦犯 全部都是強姦犯 所以有機會是不僅僅董志文一個人跟他搞 他亦都有兄弟 他亦都有爸爸 有機會是他們一起搞 我記得很尊重的文章 他真的說得非常適合 我可以讀給大家聽 此事不但是女權問題 不但是人權問題 當然是每個社會 正常社會都非常嚴重的刑事罪行 然而在村落基層 統治機器 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 對了 24年他官都換了幾個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但他們甚至不認為這件事是大件事 這就是問題 這句是說得最適合 鄉村小鎮基層確實存在嚴重脫折 是一個三角形 文人階級主導文字系統 和文盲階級的實戰根本是兩個世界 大部份上的人都不會知道下面是真的發生甚麼事 而所有這些事件是會在下層發生 之前我講過在Kongo甚至印度 Austria的Fritz Case都一樣 或者另外的強國 只是他被人 suppress更多的美國都有 你看看這條片 同樣是一個女性chained 根據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 每年有268884個女人 是失蹤的在美國 當中有34%是黑人女人 這個叫做The Missing White Girl Syndrome 就是甚麼呢 失蹤的人是有錢或者白人的女人 Everyone cares 但因為大部份失蹤的女人是黑人 或者低下階層 或者是窮人 沒有人去報到 沒有人去找這件事 這個根本上就是跟中國的事情 是一模一樣 是否一個世界性的集團 其實Human Trafficking 的確是一個很賺錢的一個行業 We may be evolved But deep down We are still animals 那我講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做些甚麼 因為我覺得這次抖音的網友 網紅 甚至我 都是其中一份子 We did a great job in sharing the story 因為可能很多主流媒體 是不想說這件事 但是因為網上這個法令 那麼多人去說 就是可以改變到事實 其實這就是我經常在網上看過 那些系統性的刑罰 就是古代的人 會怎樣去折磨別人 當時是沒有那麼多民眾 有一個可以發聲的機會 只有那些系統性的人權 道德問題的發生 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電話 每一個人都可以拍片去說 發出相片 留個留言 我覺得這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我覺得這個徐州八小孩事件 就是體驗到這件事 而今次全世界的關注和說 是做一件好事 所以我是 absolutely need to talk about this 但是我現在的開票 我可以認識你 要是一件好事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 這件事 我可以為你 我們先來看